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到进转全球 我是黄盛凯 美股这两天上演了云霄飞车的行情 极涨又极跌 在礼拜三 联准会他排除了一次升息三马的可能性 替投资人开出了一条金融人道走廊 但只开放两小时 隔天就马上关闭了 因为现在整个市场他弥漫着联准会升息太慢的疑虑 变成恐慌 整个市场进入到一个资金的脱水模式 礼拜四美股道穷指数狂卸超过一千点 美国的公债也遭到强力的抛售 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它再度的升破了百分之三 这是创下了三年来的新高 全球的股债市可以说是几乎全倒 连续会礼拜三一如预期升息两马 同时排除一次升三马的可能性 还申布下个月将开始缩表 回收泛滥资金 原本市场对联准会决策反应相当正面 没想到才隔一天就风云变色 从股票到债券 所有可以变现的资产都涌现了卖压 对于这样的现象 富国银行分析师认为 虽然市场一开始因为联准会淡化升息三马的可能性 感到安心 但是对于联准会政策落后的忧虑还是挥之不去 市场出现恐慌 非常正常 好 现在整个市场跌得笔记脸肿 那投资人的钱到底要往哪里去呢 在这种波动剧烈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 高股息股票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从相对的走势来看 即使礼拜四每股重挫 iShare旗下追踪高股息股票的ETF 今年来还是维持上涨超过4% 每股大盘标普500指数 它同期的跌幅则超过了10% 这档ETF追踪的包含艾克森美孚 娇生跟可口可乐 这些公司呢 今年来股价全都呈现上涨 它是一个困难的购买 现在如果看来的70s和80s 你所看的货带预计是不错的 但香港货带预计是非常远的 所以最后,货带预计是可能最好处的地方 如果货带预计,现在有钱是正在售租上的 算计,如果货带预计 这些确计不需要货带预计 在這一波拋售場當中 從傳統資產股票債券 到加密貨幣這些另類資產 幾乎是無一倖免 現在要避險 尤其在經濟前景跟地緣政治情勢 都還不明朗的情況下 保守投資策略就是以現金為王 但是現在又剛好碰上高通膨的情況 你的鈔票越變越薄 如果你想要尋求提高收益 可以考慮佈局體質不錯的高股息股票 趁著市場下跌精挑細選 或許就能減到便宜 而且以股息為導向的投資策略 也有助於降低市場波動的影響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 聯準會他就不斷地低估通膨的嚴重性 緊縮貨幣的行動完全慢半拍 後來到現在不斷地加速來趕進度 鮑爾這一次他信誓旦旦地說 不會一次升息三馬 市場開心兩小時 隔天又開始懷疑 鮑爾是不是又犯錯了 美國通膨率連月刷新四十年新高 讓聯準會主席鮑爾保護 受質疑被批評反應不止慢了半拍 投資人擔心通膨不受控 可能使經濟情勢失控 重演一九七零年代末八零年代初 大幅升息對抗通膨 將經濟推向衰退深淵的慘劇 曾親身經歷一切的華爾街市場老手 對此感觸尤其深刻 1970年代美國陷入停滯性通膨 通膨率飆上兩位數 聯準會前主席福克爾一九七九年零為壽命 夏蒙藥狂升基準利率 一路從百分之十點二五 拉高到百分之二十 雖然成功馴服了通膨 但也讓一九八零年代初期 美國經濟深陷衰退 失業率衝破百分之十 大量民眾聚集聯準會總部抗議 甚至有車商寄棺材給福克爾 裡面裝滿滯銷汽車的鑰匙 如今市場對步入升息循環雖有共識 依然難掩連準會左右為難的處境 近年來地緣政治危機罩頂 刺激原物料行情加速飆漲 不少人憂慮聯準會升息力道不夠 只能繼續追在物價漲勢後面跑 不僅打壓不了通膨 還可能導致經濟急劇降溫 另一方面又擔心聯準會 為了對抗頑固的通膨預期猛烈升息 將加劇市場和經濟動盪 經濟學家認為聯準會太慢 醒悟通膨並非暫時現象 早就措施壓制通膨的先機 而且一步措施步步措 現在市場情勢如此複雜 任何出乎市場意料的行動 都只會擴大慌亂 以為聯準會要成功擊退通膨 恐怕只能犧牲經濟成長 鮑爾將不得不極力 避免附上福克爾的後塵 在歷史上大舉升息 還有另一種結果 就是著名的格林斯潘難題 在福克爾之後 格林斯潘執掌聯準會 近二十年 任期尾聲 為一致防氏過熱 二零零四到二零零六年間 強力升息 利率從網路泡沫 破滅後的低點百分之一 上升到百分之五點二五 但償債利率卻沒有跟著上升 導致市場資金依舊寬鬆 埋下次貸危機和金融海嘯的導火線 如今從股票 加密幣等風險資產 到黃金和不動產 所有資產行情幾乎都位居高點 這也代表聯準會任何行動 都將動輒得救 一不小心就可能戳破資產泡沫 並引起骨牌效應 因過去十多年來寬鬆金融環境 越滾越大的債務更是棘手 央行沒有犯錯空間 2021年聯準會錯估通膨形式已經讓市場七上八下 鮑爾若是重蹈前人的復撤 不只美國經濟將付出代價 全球經濟也會跟著遭殃 近新聞 劉立真 翁寧琦報道 好 聯準會如果他再度的錯估情勢 這將是一場悲劇 瘋狂升息導致經濟衰退 那通膨也壓不下來 這就是新末日博士羅比尼 他最近不斷警告的停滯性通膨 如果這個預言真的成真 那民眾的苦日子就在眼前 基輔空襲警報響徹雲消 不只回盪著人們對烏惡戰火延燒的恐懼 也讓全球央行膽戰心驚 憂心這也是經濟衰退 和停滯性通膨降臨的不祥預兆 烏惡開戰宛如一時激起千層浪 歐美中俄四方局勢亂紛紛 全球經濟尚未從疫情中完全恢復 又面臨新一波能源危機 國際油價去年大漲超過五成 今年才短短幾個月 漲幅就已經更勝於去年 以聯準會為首的主要央行 財政要開始收緊貨幣政策 抑制易後一路飛漲的物價 但現在從能源 金屬到農作物 原物料價格全都漲翻天 對物價通膨無意火上加油 央行若還想慢慢來 不只打不了通膨 挽救不了因物價高漲而下沉的消費信心 還可能喚醒比單純經濟衰退更深沉的噩夢 當通膨率居高不下 遇上失業率上升 經濟成長遲緩或停滯 就是所謂的停滯性通膨 1970年代的美國是最頂型的例子 兩次石油危機導致油價暴漲 飛漲的物價降低了購買力和消費意願 民眾不消費 企業就不賺錢 被迫開始裁員 景氣自然急轉直下 而聯準會為了打通膨猛升息 利率飆高更加劇企業破產倒閉 導致百業蕭條 民生凋敝 如今歐美通膨率盤旋數十年高點 美國的汽油 歐洲的天然氣都已漲到空前價位 民眾已經開始問 這種日子得過到何時 通膨席捲全球 亞洲當然也沒有信念 近幾季成長明顯放緩的中國 去年生產者物價漲幅 一度衝上二十六年新高 以引起經濟面臨內停滯性通膨的討論 若之後聯準會升息 美元走強 亞洲國家進口物價恐怕還有得漲 經濟增速有所放緩 同時國際大通商品價格的上漲 帶來的輸入性影響 和國內部分能源原材料產品的供給偏激 也造成了工業生產者出漲價格漲幅的擴大 看起來好像出現了一些智障的表現 國際貨幣基金已警告 烏額戰爭及相關制裁會帶來嚴重經濟後果 原物料價格暴漲 進一步加劇因疫後需求復蘇 和供應鏈瓶金產生的通膨壓力 許多國家的經濟活動遭受打擊 貨幣政策及財政政策 將因此面臨更艱難的權衡 桑莫斯先前就一再批評 美國財政與貨幣刺激過度 助長通膨飆高 聯準會動作又慢半拍 明顯落後通膨曲線 導致如今左右為難的局面 想大力升息得顧忌烏額戰士 帶來的不確定性和經濟衰退風險 想謹慎行事又根本克制不了通膨 聯準會的優柔寡斷 已經讓市場擔心局面可能繼續惡化 靜新文 劉立貞 翁林錡報導 看完美國的慘況 下一段節目繼續來看 美國金融市場打噴嚏 哪一些國家會重感冒 美國的股債慘疊 新興市場它更無法倖免 我們看到巴西這些新興國家 它上演了股會債三殺 美元在禮拜四它短暫的回扁 但這只是假摔而已 在整個聯準會它持續的緊縮貨幣政策 這樣的背景之下 美元勢必會繼續走強 對新興市場來說 這是受難的開始 現在就連中國它都疲於應對 那這些其他的新興國家 它的挑戰更加的嚴峻 作為全球央行風向球 聯準會一舉一動動見觀瞻 尤其是新興國家經濟局勢 經常跟著聯準會政策 上下起伏 依照過往歷史 每當聯準會緊縮貨幣政策時 新興國家經常就得跟著受難 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在1980年代 提出了新興市場的概念 希望藉此吸引更多海外資金 投入資本市場不發達 但擁有一定發展潛力的國家 金融危機爆發後 聯準會啟動寬鬆政策救市 不只多次降息 還先後實施了三輪量化寬鬆 低利率加上資金氾濫 為了追求更高的報酬率 投資人開始將資金轉向新興市場 造就了當地股會債市的繁榮 與此同時 新興國家的債務規模 這些年來也跟著快速累積 龐大的外幣債務 成了當地經濟的微爆彈 2013年時任聯準會主席的 波南克宣布準備縮減購債 要來收回金融危機以來 撒下的大把鈔票 引發市場出現削減恐慌 當時投資人大舉拋售新興市場的資產 將資金轉向避險 導致當地貨幣及資產價格大幅貶值 貨幣及貨幣及貨幣 貨幣及貨幣 貨幣及貨幣 年準會加大緊縮力道 大力打壓通膨 短時間內接連啟動 縮減購債 升息以及縮表 專家已經警告 債台高主的新興及開發中國家經濟體 已經面臨了更高的資本外流風險 現在又加上烏二戰爭 退升能源及糧食價格 導致經濟有更高的可能性 陷入衰退 新興國家先一輪的債務及貨幣危機 恐怕一觸即發 金新聞 陳雲廷 姚旭帆報導 看完新興的金融危機 下段節目繼續來看 避險抗通膨 還有什麼招 好 現在全球的多個國家 他飽受物價飆漲鎖苦的時候 瑞士他對通膨沒有太大的感覺 其中一個大關鍵就是 他的貨幣髮廊相當的強勢 他具備強大的購買力 可以抵消進口物價上漲 瑞士的物價很高昂 他可以說是全世界最貴的國度 不過他也好幾次被評比為是 幸福國家 他怎麼辦到的 一起來看我們的報導 瑞士四面環山永久中立 物價水準世界最高 堪稱全球最貴國度 不像部分國家的高物價 帶來高痛苦 瑞士即使物價高 國民生活還是有滿滿的幸福感 常言被聯合國評比為 最幸福國家前五名 幸福感到底從哪裡來 亞洲四面環山永久中立足 亞洲四面環山永久中立足 這個全球最貴國度物價到底有多高 買個麥當勞就知道 從全球各地都可以買到的麥當勞餐點 大麥克售價可以一虧 瑞士的物價水準 根據二零二二年一月 全球大麥克指數 臺灣七十七元 日本九十六元 美國一百六十六元 但在瑞士單點 大麥克就要價兩百元 可見瑞士物價的巨大差距 反正ho Claus 於非所謂的夏國 也非常高 由於 gedurn 身後很高 不論房價或食品 瑞士商品價格 幾乎都是歐洲之冠 被當地國民戲稱為高價島 不過也因為物價高 薪資也高 面對近期全球通膨嚴重 瑞士人沒有太大感覺 瑞士法郎是強勢貨幣 強大的購買力 可以抵消進口物價上漲 當其他國家競爭對手為通膨鎖苦 成本隨原物料價格大漲而暴增時 瑞士出口商仍能維持優勢 瑞士的高薪資讓當地人 依然能夠在物價昂貴的瑞士 享受高品質生活 平均每個人的稅前月薪 大約六千五百瑞郎 也就是高達臺幣二十萬 瑞士的百萬富翁密度 更是全球第一 佔總人口數的百分之十四點一 整體財政狀況 將對歐洲其他國家 更能支持舒適的生活 物價比鄰近國家高這麼多 不少瑞士國民還是期待能夠嚴格打擊市場價格壟斷 透過引進外國電商等方式促進市場競爭 消費物價不要跟著瑞士的海拔成正比 近新聞張元王林奇報告 全球的物價現在持續地飆漲 也讓通膨避險的需求居高不下 除了傳統的黃金之外 現在投資人看上的就是二手的精品手錶 這不只可以保值它現在整個買氣也大幅的升溫 全球最大的二品金手手錶銷售平台 Crono24 它提供了高達五十萬支手錶 供消費者選購 今年第一季的交易金額成長超過了四成 其中以勞力試錶買氣最為熱絡 其次是Omega跟百達斐力 它的需求高漲也讓二手名錶的價格水漲全高 部分錶款的價格 它在一年之內翻漲超過一倍 節目最後帶你到卡達杜哈欣賞開齋節煙火秀 喜歡我們的內容歡迎留言讓我們知道 也請你按讚分享持續訂閱鎖定進轉全球 感謝收看 我們下回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